以火就火 一天,孔子的得意门声,颜回去见孔子 哦,是颜回啊 我是来向老师辞行的 哦,是这样啊,你打算到哪儿啊 我要到魏国去,我听说魏国的国君在滥用国家的权利 不顾百姓的死活,而魏国却没有人指出或帮助他办好国家大事 我想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去给他当个医生 哎,你这样去不等于送死吗 哦,这为什么呢 你是想如果那位国君恳听贤臣的忠言 那何必要你去呢 那他难道就没有贤臣吗 他一定是专听奸臣的谄言 雅致正派 所以没有人敢简劝他 你去之后恐怕也只能一味顺从 否则他周围的那伙人就会迫害你 甚至杀死你啊 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 再说你去了之后 如果不能劝他改正错误 就等于同意他作恶 是他的罪行又得到多一个人的默许和支持 这样是移火救火 移水救水怎么救得了呢 只能越救越严重了 成语移火救火由此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